爱在身边念我手 信念一生跟你走 无论是爱与被爱 与你照亮我 啊后 影光飞已足够 等着爱 去改变这地球 变这福音 我是Alicia 我之前是个会计人员 那时候就每天忙忙碌碌的工作 就是觉得我需要金钱 我有了这些我才能够好好的生活 在工作上呢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我会很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工作的时候我会认真的工作 玩的时候我也会很尽心的玩 我父母亲是多年前他们已经信主了 那时候的我是无神论者 因为我相信有钱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钱是没有办不到的事 有一句话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2021年是我人生中的最低谷 也感谢主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让我认识了他也经历了他 2021年4月的时候 我被医生诊断为大肠癌第四期 当医生跟我说 我是大肠癌末期的时候 那时候呢第一个感觉就是 整个脑袋都是空白的 我自己跟我自己说 人死中要死的 跟这个世界道别 然后我又在想 为什么我的好像来得特别快 可能真的是注定了 那个癌细胞也扩散到肝 后来做了两次的大手术 就是大肠的切除 和部分肝的清除手术 在准备做化疗的时候 突然间中风了 因为这个突然间的中风 也延迟了我做化疗 因为在开始化疗之前 要做一个小手术 叫做Chemol Pot Insertion 就是把一个Chemol放在身体里面 做了这个手术的时候 醒来时 突然间就 右边的身体中风了 之前我就是知道自己中Tensor 就算我经历了那个手术的痛苦 和那个伤口的痛 我都认真没有哭 但是我知道我中风的时候 那三脉我哭了 因为我的右手提不起来 要坐轮椅 上厕所 大小便都要人来修饰 怎么办 我又不能上班了 我的车骑 我的雾骑 要怎么办 那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 大家好 我是Vinny 我是Alicia十多年的好朋友 在MCO过后呢 我接到她的电话通知说 她生病了 然后一说就说是 癌症第四期 那个时候我蛮震惊的 觉得说 她一向来健健康康 都没什么病痛 然后一听她说 她得了第四期的癌症 我心里也很难过 当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时 我的心会不由自主的喊 耶稣救我 我的嘴里一直不肯承认 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是有耶稣了 那时候我在想 现在谁能够救我 应该是神才可以救到我了 这个时候 但是呢 我们的神在哪里呢 我现在看回头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个时候呢 神其实已经派了 好几个天使来帮我 他在我这段做手术的期间呢 有人来帮我 解决了我手术费的问题 在我中风的时候 拿到了一个特别的治疗 我中风的康复期 过程都很顺利 其实在神在明明中 已经安排了很多天使 来帮助我 我在大肠手术后的两个星期后 我就去洗礼了 因为那时候我的身上有伤口 所以呢 我就做那个地水礼 那时候是MCO期间 所以很多教会都没有开 然后呢 只有SLA Dr. Kwan 他就特别在他医院那边 开放给我洗礼 我是关水藏牧师 是生命团企的主任牧师 我三年前认识Kelitia Tom 那时候他是中了癌症 当时他很坚持 要来信主 而且非常有信心 不单是要信主 当天也要死你 所以他做这个决定 是非常美好的决定 因为看上帝看到他的信仰 所以就算他是第四期 他把他的信心交透给耶稣基督 他洗礼过后 并全全的全意起来 我们都是感到很惊讶 过后在修养期间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能够做些什么 我就是只是一致的祷告而已 原来我们的神 他不只是听祷告的神 他也是医治的神 在我家人和教会的 弟兄姐妹 不停的帮我祷告 我的身体 竟然慢慢的好了起来 感谢主 我身体的癌细胞 不但不见了 我也不需要做轮椅了 神在我身上 做了很奇妙的事 我就凭着对神的信心 我甚至连化疗我也没有做了 我每半年的体检 都是美美的 只要我们有耶稣 他会给我帮助 他会给我找到对的医生 做对的治疗 害很多的天使 来到我的生命中 给我帮助 感谢神 已经是我从来没有的平安 所以我们在经文以赛亚书 有说到 尖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就是说我在修养当中 我的心里就是一直有平安 在我们这个医 在医学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神里面 一切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 这个姐妹已经完全被上帝医治 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他的救助 还有他的吸制者 当我身体康复后 我就不曾离开教会 因为我知道 我有一位这么好 又这么爱我的神 所以我一定要来服侍他 因为我感觉到 能够主宰我一生的人 就只有神 并不是所谓的医生 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有问医生 你说我是第四期 叫我有的人医吗 医生只是跟我讲 看哦 看人哦 看个人哦 有的人三个月 有的人可以医好 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答案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生命 应该不是主宰在医生所说的话 只有神才是能够主宰我们生命的 他从那天开始 他就来侍奉上帝 他没有等待 居然他带病 他一样还侍奉上帝 他充满喜乐 充满上帝的力量 还不单只是侍奉上帝 也领导这个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 他不单是在这方面 还有不久之后 他已经基督神学了 康福过后 我甚至有那种想法 我就去了东陵神学院 上了三个月的课程 那边的牧师老师 也带我出去其他教会 做我这个神明见证 发生在我身上的 就把它说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做这一切 其实是为了要荣耀神 我为了要荣耀神 我甚至在我的毕业刊 临了我这个特别的神明见证 新洲日报也访问了我 Beacon Hospital的一个 父母 Mary Chang 他甚至上到我们的家来 来探望我 感谢神 他就是像一个 由神派来的天使 他就给了我帮助 无论是在金钱上 还是在医疗上 我也没有想过我自己 会拥有一首全新的 乐语 富音诗歌 这首歌在音乐平台上 已经有九万多次的 游览次数了 当初我们会想到 要做这首富音诗歌呢 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到 要留一点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知道主耶稣 他不只把这首歌 留在这个世界 还把我的生命 留到现在 我要把这一切都荣耀归给主 我们的广东 富音歌曲呢 是由香港的一个影视高人 帮我们做词作曲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很美丽的意见 然后他的费用呢 我也得到了两位老板 完全的赞助 就是说我们的神 真的是可以做一些 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就希望透过这首歌 能够对基督有所感动 对富音有所领受 而能够信主 我看到他的转变主要就是 他信主了以后呢 他整个人的个性 都改变了很多 尤其是他的脾气啊 也变好了很多 也比较包容 很多的转变 我看到我觉得蛮欣慰的 因为第一是 他的健康也 突然间 从第四期能够抛转 到今天已经很多年了 我感到很高 很高兴了其实 就像我身上的这个 Timo Pot 就好像成了我跟上帝之间的一个 记号 这个是神恩代我的记号 我们的神呢 不只是一个医治的神 他是个全能的上帝 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出很多 我们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 我们被主拯救过后 我们就应该要回应这个主的恩典 所以我接下来 我就是要感恩这位神 我要继续为主做事工 然后继续的把福音传出去 以荣耀来 Amen Zither Harp 啊 让我用心诉说 神的爱 永不磨灭 当不渡的夜晚 悄悄来醒 你的爱 如温柔的风 拂过我心扉 在茫茫人海中 我曾迷失方向 但你的手 一直牵引着我前行 神的爱 比海更深 比天更高 永不停行 它如同明亮的星光 照亮我前行的路途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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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